各位,現在在螢幕上看到的新聞是來自《紐約時報》 有個女人被人推到地下鐵的腦鬼上而死亡 發生在昨天的1月15日,在紐約的馬克頓區 這個死者是一個40歲的Michelle Gault 應該是一個亞裔的人 現在大家認可想見到 可能是當時警察的一些照片 內容就是這個40歲的女人正在在地鐵站等車 當有一架車駛過來的時候,被人推到腦鬼上 而引致死亡 兇手之後就坐在地下鐵站 我不明白為什麼當時那個駕車司機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她去到第二個站的時候 就下車向警察自首 那這個就是一個幾歲 她是有精神病 Mr.Machel 已經有幾次被捕的紀錄 也坐過兩次駕駛放駕 那個保釋期駕完了 但無論如何,現在一條人命就沒有了 那我查一查就發現 原來這件事是在美國很常見的 這是大家看到在YouTube的一個搜索 我用那個搜索詞就是 Women dies after being pushed onto subway tracks 第一個消息就是來自CBS 即是我說的這件事 就是有一個女人被人推到車上 現在的嚴言人是在拘留之中 這個是十二個小時前 然後這個就是兩年前 現在這個 這個就是有一個女人 who pushed stranger to her death 一個女人推另一個女人 下去車站而導致死亡 現在被判二十年 get twenty lives to years to life 二十年或以上的監禁 另外這個就是兩年前的 而下面這個 ABC News 這個就是五年前的 這個就是一年前 十一個月之前的 這個兩小時前 有一個嫌疑人被捕 由此可見在美國 這樣的事是頻頻發生的 那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警方 沒有好好地 就是真的做好腳 譬如我們知道 香港就全部的地鐵站 都有一個屏風 所以就沒什麼機會 將人推到車上 安全很多 作為一個最富有的城市 紐約 這樣的事 頻頻發生 真是匪夷所思 我們可以看到